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重庆驻苏城秘密特派员范健的代号叫乌鸦 公开身份是圣约翰医院的主任医生 戴岁昌与他暗中早有勾结 但为了安全 二人从未见过面 都是由小马连络 沈英杰和赵曙光利用这一点 绑架了范健的拼头调虎离山 沈英杰则冒充他接待了戴岁昌 并下药将其迷晕 用医院的殡葬车蒙混出城 迅速转移去新开辟的湖山根据地 院长让我来拿份资料 范主任 范主任 范主任你开门呀 是周护士长啊 不好意思啊 范主任不在 你是谁 我 我是新来的小王 新来的我怎么不知道 您不知道我 我可知道您哪 盛约翰医院鼎鼎有名的美女护士长 骗嘴 少太马屁了 你这丫头鬼鬼祟祟在里面干什么呢 我 我在打扫卫生 没您见的 胡说 我进去看看 您还是别进去了 别进去了 你这样说我还偏要进去 您您 您 这这 您瞧您说的 您看 这不让您进来 是怕脏了您大美女的脚 行了 您还是先回去吧 等范主任回来 我来叫您好不好 记着啊 你 请问范医僧在吗 不在 我姓黛 姓黛 快 进来 快进来 医僧 阿拉有病 我有药 你想吃多少 你有多少我吃多少 这年头 大家都有病 范先生 咱们终于见面了 来 快请坐 范先生 怎么突然到这儿来了 吐糟大难 别无选择 能赶快安排阿拉去重庆 李氏宁出事情我已经听说了 没想到牵连到范先生了 这小鬼子心狠手辣 怕是要杀了戴先生灭口啊 能不能说了 戴某人如今成了上家之权 惶惶不可终日 全靠范先生打救了 太客气了 我当然是没问题了 不过这 这请示上风 这道程序还是要走的 能守给阿拉推三主事的 阿拉秘密为你们提供了那么多情报 可是党国的有功之臣 也想阿拉命在旦夕 你们居然见死不救 戴先生 你提供情报不假 但那是你当了罕奸以后 怕日后清算 为自己留条后路而已 算不得有功之臣 伍雅 实话告诉我 眼下不光小鬼子要杀我灭口 共党地下组织也在打我的嘴 脾气辣辣 把你们重庆政府暗中勾结 南京汪伪 挤压江南新四军的内幕 全吐给共产党 让大众都晓得你们 谨抗资以灭宫的阴谋 戴先生 你急什么 有点秘书主人的修养好不好 我也没说不罢你 这样啊 少安无躁 我去给你冲杯咖啡 压压惊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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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让一下 让一下 快走 你来晚了 你来晚了 喂 小煩的老子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便改在跟家母园的树林里见 你便改在跟家母园的树林里见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那我老婆呢 那我老婆呢 你让我听听她的声音 那我老婆呢 喂 老公 我还活着 你再不来 我就完蛋了 杏帆呢 我给你二十分钟时间 你再不来 你就永远别想听到他的声音了 快快 快 陈家墓园 好好好 好 让一下 让一下 我去盯着那家伙 你在这儿看着他 等任务完成了 就把他放了 好 我呀 琢磨了一下你还不能直接去重庆 这一路上 鬼子查得很紧 太危险了 那怎么办 我来安排吧 这样 你呀 先到上海 然后坐轮船到香港 再绕到河内 最后到重庆 浓缩这一圈绕得太大了 戴先生 你还嫌 绕大了 要是嫌麻烦的话 那就只有去闯日本人的关卡 直接去闯 过五关斩六将杀出一条血路 不行不行不行 阿拉 您肯绕大圈子 也要安全 安全 安全第一 喝 咱们边喝边商量 好 好 你的电话 说得好 肯定不是你的电话 好 喂 谁呀 我是前院长 你是谁呀 你找谁呀 你是谁 叫范剑接电话 对不起 你打错了 你看 这个破电话 老窜线 一天的打窜好几回呀 那是 阿拉办公司的电话 也藏藏窜窜线 对 喝 喝啊 纯热喝 范剑搞什么鬼 奇奇怪怪的 他那儿新来了一个漂亮姑娘 我去拿资料 硬是不让我进 还挺漂亮的 新来个漂亮姑娘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也没见过 行 你先忙着啊 我去找他 还蛮香的 还蛮香的 正宗的薄来瓶 啊 怎么回事 戴先生 戴先生 你别紧张啊 你来之前啊 我接诊了一个病人 给他吃了安眠药 准备做观察 这会儿他该醒了 我去看一下啊 坐 坐 感觉怎么样啊 好 好点没有啊 感觉还疼不疼啊 身体真弱 说雨真弱 是 是 别动 你不是乌鸦 你看一下 看一下 被吊虎离山的犯件 半路上突然起了疑心 拼头被绑票发生得太气敲了 难道这里面有诈 特派员 上风急电 李士宁已出事 务必控制住戴穗昌 我拼了 我拼了 我拼了你 我拼了你 老公 我被绑票了 你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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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小龙 回医院 快点 好 快 快 戴先生 什么意思啊 我不是照片上的一个人 戴先生 那傻子都能看出来 我肯定不是照片上的人 我有那么胖吗 那是我 大哥和大嫂 好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如果我不是乌鸦 我对你不怀好意 我早就动手了 我还请你喝咖啡啊 戴先生 你说你这疑神疑鬼的 吓我一大跳好不好啊你 阿拉现在是惊弓之鸟 稍有不慎 就会丢掉性命 我理解 你说你这舟车劳顿哪 连口咖啡都没来得及喝 赶紧喝吧 好 好 反剑 开门 我是前院长 开门哪 反剑 开门啊 反剑 开门 反剑 为什么不开门 打开 这前院长是日本人的足够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你在我这儿 要不然咱俩都死定了 那怎么办 别着急 万把得已干掉他 我是前院长 前院长 怎么了 这里边明明有人 全部开门 开门 快想想办法呀 开门哪 开门 前院长 二号手术才出事故了 你赶紧去看看吧 走 走吧 你躲开 你往那边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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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先生 看来这儿不能久留啊 赶紧喝口咖啡 咱赶紧走啊 对 赶紧走 好喝 喝口咖啡 喝口咖啡 吓啡 都别动 你们什么人 在这儿干什么 大哥 你总来了 大哥 谁是你大哥 你是谁啊 我是犯贱啊 你到我办公室来干什么 犯贱 我看你犯魂 你是犯贱 那我是谁啊 你当然是犯贱的大哥喽 别胡说八道 说 到底是谁 大哥 我实话告诉你啊 我的代号叫乌鸦 是重庆派来的秘密特派员 你胡说些什么呀 我是犯贱 我才是乌鸦 等等 你们两个到底谁是真的乌鸦 我 我 医生 阿拉有病 我有药 你想吃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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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多少 我吃哆嗦 我吃哆嗦 这年头 大家都有病 这年头 大家都有病 大家都有病 你们 你们 他是戴罪肠 恭喜你 答对了 那你们就是地下共党 恭喜你 又答对了 你 你敢开销 鬼子会来哦 鬼子会来哦 你也活不了哦 你们 真厉害呀 你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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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上车 走 土大君 你这是什么事吗 文中中病 大罪上的家里 什么都没有 独裁狗狗 笨蛋 这傻瓜 是 大罪上现在在哪里 有机会不明显 我正在调查 教你吧 这是刚刚的刀子 大罪上 大罪上是 重心的指导 指导 联络先是 救病院的医者 大罪上是逃避的 他们必须 你明白吗 明白了 好 敬儀 我们要去盘家帮忙 没错 湖山的同志在那儿接应子 好 这帮鬼子好像要去医院 快走 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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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惹了什么事啊 站住 我是院长 少废话 滚 你敢打院长 我告你 快走吧 前院长 后来 他们就抬着那个信带的 逃走了 把他俗色下的 排骨 行 老赵 沉住气 万不得已 咱们就冲过去 沈阁长给押后了 快 这什么玩意儿 这什么呀 站不住从哪儿弄来的 赶 赶紧放进去 你 干什么呢 圣约翰医院买死人的 慧气 与强 太军 圣约翰医院买死人的 打开 检查 检查 太军 这死人还要检查啊 少废话 统统地检查 太军 这个病人得瘟疫死的 尸体都开始腐烂了 家属都不敢来送葬 打开 千万别传染伤啊 太军 打开 开开 打开棍子 前车 太军强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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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老赵 任务完成了啊 你 你 我不行了 赶紧扔掉我吧 这是什么东西 太臭了 是沈大哥的主意 越臭越好 把那帮酷崽子臭晕了 你赶紧扔掉我吧 我求你了 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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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走 拿走 扔出去 扔出去 扔走 他去 扫援 扔出去 乖 是 乖 是 你 是 你 是 快 快 走 他 了 他 是 是 是 放开 放开 小孙 鬼子来了 沈大哥 盈姐 鬼子追来了 小日儿 来得这么快 准备战斗 传相后 好 小孙 鬼子 小孙 快点 快 快 快 走 下车 快 快 小孙 能开车吗 没问题 好 老赵 带上带随差 抄小陆去叛家帮 保应值得地方 这是最重要的任务 我和小孙把鬼子引开 你去叛家帮 我引开鬼子 我拜托你了 这种时候不要再啰嗦了 快走 好 那边 走 走 小孙 快上 好 快走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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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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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了 押忍 你 上 怎么了 迦大哥 你先走 你 给 放开 沈阁掌 沈阁掌 光影 快走 沈阁掌 走 走啊 快 沈阁掌 干嘛 来不及了 走 沈阁掌 老孝 你怎么来了 今天这边有枪声 我带战士们过来了 那正好 赶紧给我去接应老赵他们 是 达达君 大学长也没有 只有车站 罢子 是 不可 是 不可 我 你 你 走 走 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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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快 快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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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莹 协议我们的同志呢 在协的村子里 来不及了 郑叔 你们逃吧 我掩护 往哪儿逃吧 非是这么一个凶玩意儿 既然逃不掉 我们干脆跟鬼子拼了 我先一枪崩了这口韩剑 卫使大哥和小村报仇 对 与其让鬼子把他抓住了 还不如我把他杀了 慢着 夫人接应我们的同志来了 沈科长 他没死 他没死 沈科长 我们在这儿呢 沈科长 没死啊 我们之前都已被你牺牲了 放心吧 我命命着呢 不说了 赶紧带船带随昌 快撤吧 上船 快 走 走 快 快走 走 快 快走 走 在随昌 应该三年多的 走 这是什么地方 新四军 湖山根据地 阿拉要去重庆 阿拉要去重庆的 老实点 阿拉斯怎么到这里的 阿拉斯要去重庆的 把他带走 是 走 坐 戴随昌 你这个狗汉奸 威虎作昌 罪打恶极 能不能保命就看你的交代 你们想要什么 阿拉克斯全清楚 阿拉一个字都不会讲 你要是不说 我立刻毙了你 枪毙我可以 可你们怎么向重庆 国民政府交代 实话告诉你们 阿拉克斯他们的人 我早就知道 你和他们早有勾结 李世宁是汪伟汉奸 清香指挥长 你们和国民党 顽固派暗中勾结 就想剿灭我们 共产党新四军 上个月在苏北 你们伪军和韩德勤的国军 同时夹击我们 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说不出 你们算什么伙子 这么重大的秘密 能随便讲给你们听 再说了 阿拉讲完以后 你们再把我黑半 阿拉找阎王神园去啊 以老老实实的交代 我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戴某信不过你们 那你怎么样才信得过 戴某要见你们最高长官 跟他谈好条件 戴某才会讲 你个臭汉奸 讲什么条件 你还有脸讲条件 见不到你们最高长官 反正都是死 随便 带出去 关书记 他太嚣张了 你把他交给我 我保证撬开他的嘴 不行 他要是说了一堆假情报 我们又无法证实 王盈 马上发电报 请示黄司令 是 此时 我军分区黄司令员 正在苏北前敌指挥部 召开军事会议 好 遵照上级指示 该部即将展开一次 重要的作战行动 我们这一次的行动主要任务 是攻击日后的交通枢纽和干线 破坏敌人的机动能力 为我们开辟更广阔的根据地 创造有力条件 行动 三天后开始 各部队已经进入了指定位置 但是现在情况很复杂 我们的正面是日伟的重兵 后面则是汉德琴等 国民党顽固派部队 万一他们搞阴谋 截了咱们的后路 我们就会陷入日伟的重围 处境非常危险啊 黄司令 晚南事变我们就吃了大亏 这次我们绝不能再轻信他们 是啊 邦伟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 早有勾结 一直想把我们赶出江南 我担心这次 他们借刀杀人 暗中配合鬼子整咱们 同志们 你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今年五月 为了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共产国际解散 国民党王顾派 趁机要求中共 解散和取消编曲割据 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所以毛泽东主席 要求全党一定要提高政治警惕 所以这次行动 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谨慎 务必提防敌人的阴谋案件 黄司令 无声线伟及电 他们抓获了李世宁的秘妇戴岁昌 这个家伙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只要他肯开口 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我们可以了解汪伟和国民党王国派 勾结的内幕 以调整部署 从政治上揭露他们的反共高潮 致连关月霜 让他把戴隋昌立刻带到苏北来 是 官书记 黄司令来电 黄司令正在苏晚前线 召开重大的军事会议 他非常重视戴隋昌 让我们连夜把他送到苏北去 官书记 这苏北山高路远的 会不会有危险啊 汪英同志 我拜托你啊 别说一个小小的戴隋昌啊 就算是押解汪精卫 周佛海陈公博 我都敢保证 不出一点疲漏 英杰 这是个严肃重大的任务 你可不能掉以轻心 赶快准备出发吧 是 好嘞 来 好好看 哈 潘班员 重庆疾地 慌什么 行 好 戴翠昌落入共党之手 后患无穷 着急务必夺回 这下麻烦大了 特派员 戴翠昌是个汉奸 共党逮着他肯定逼啊 哪用得着咱们费劲呢 你知道个屁 共产党千方百计地要抓他 就是想知道 重庆政府跟南京汪美之间 勾结的内幕 戴翠昌要是一开口 为座怎么向世人交代呀 对对对 眼下国共合作 一致抗日 可咱们有悄悄地勾结汪伟的人 一起整新四军 这事要是传出去了 委员长可就太不地道了 就是 就你屁话多 那怎么办呢 咱要是从共产党手里 夺回戴翠昌 这 这难度也太大了 从湖山镇到苏北 青岗岭是必经之路 而且 离国军的防线非常近 我已经查清了 青岗岭客栈 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站 掌柜姓孙 我们就在那儿把他截住 抢回戴翠昌 特派员这是神机妙算啊 您早就给共产党八号坑 让他们往里跳了 去 立刻禀报长官司令部 镇公部 请他们派部队行动 共产党怎么把戴翠昌抓走的 我让他们乖乖地给我送回来 而且是原封不动 毫发不少 胖瘦不变 命令 第143团特务联立刻赶到青岗岭 务必夺回戴翠昌 绝不能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 坏我党国大势 是 宋主任 戴翠昌被共党劫持 乃是我在苏城的部下失职 所以我派出手下丁大忠 也敢去青岗岭 配合我国军行动将功补够 戴翠昌事件 如果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乔大专员 你和部下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陈队长 前面已经到青岗岭了 咱们先到联络站休息休息 了解清楚情况 千万不能大意 青岗岭的情况很复杂 大家要小心啊 是 总统快点 快 谁啊 掌柜的 我们预定了客房 是秀荣商行吗 不是 我们是茂园货站 沈科长 你们来了 进去再说 好 孙掌柜 有没有以力量放进来 这家伙太多了 不能出任何一品 有 就在楼上 好 走吧 快点快点 快 来 你们几个跟我来 来 把人弄下来 快点 把他看都看不到 怎么快 怎么下来的 那么多废话 走 快走 走 注意警戒啊 好 快点 快 进 打起警赏 是 注意警戒 是 走 老实点 走 走 老实点 走 走 别动 你坐下 把他绑起来 是 老孙 黄司令命令我们 把这个家伙送到苏北 所以呢 我必须保证他的安全 青岗岭的情况怎么样 很不好 出刹在附近的国民党王国派部队 三天两头来捣乱 山里的土匪 也经常来骚扰 我怕会出什么事 你们押送这么重要的犯人 一路上很不安全啊 那这样 麻烦你帮我准备些 干粮和粮草 我们待会儿就走 好 我先去了 你们俩先出去 喝口水吧 喝口水吧 阿兰饿了 让我喝鸡汤 再来龙卸妃小包 够汉奸 想得美 忍着 戴隧长 走了这么远的路 你不口渴啊 戴隧长 咱俩商量一下 你老老实实地交代 交代完了 我陪你一起喝鸡汤 要不然 咱们还得一路折腾到苏北去 你累 我也累 好不好 实话跟你讲啊 这一路上 那是相当危险啊 随时都有可能 遇到敌人丢了性命 你要是及早交代 我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还挺硬啊 我跟你讲啊 我对待敌人 从来没有这种态度 你不说 我会有办法撬开你的嘴 大鹏 上手段 嘶 龙要想清楚 阿拉密苏子 敢动心 马上控告你们 控告要有证据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给你这个秘书主任 留下任何证据 动手 这随上啊 就是你的想法 我估计不到两分钟 你就恨不得 把上辈子做过的坏事 都交代出来了 你会不会给你这个秘书主任何证据 我认为你这个秘书主任何证据 你会不会给你这个秘书主任何证据 沈和长 你不能这样 为什么 你这是动用私刑 是犯法的 他是汉奸啊 汉奸也不能这样 我们是新司军 我们是讲政策 讲纪律的 再说了 你的任务是护送他去苏北 怎么可以私自审讯 你懂什么政策纪律 这是对敌斗争 必须毫不留情 我审讯他是我的执着所在 沈英杰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就去高村书记了 好啊 告我黑状 你现在就可以去啊 想清楚没有 说不说 大鹏 完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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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嘛 你要是早这样的话 我何必浪费那么多水啊 说 你们想提些什么 你先跟我讲讲啊 汪伪汉奸是怎么勾结国民党顽固派 企图消灭我们新司军呢 这个阿拉不清楚 阿拉就是一个小小抛腿的 我很够饭吃 你跟了李世宁那么多年 什么秘密你不知道啊 你不要骗我 我的脾气一向不好的 这个阿拉真的不晓得 李世宁是南京汪伟的特副徒子 就划得狠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这么精致的发型 可惜了 是魔掌 走 沈队长有人偷袭 什么人 不清楚 趁着变车好像是土匪 大王看着他 走 你跟着干什么 看着带随昌 优优独播放 和古兵 武英 不想赴北啊 这小只正轮不对 人都是狗兵短图不快 他们想干什么 小小子你太轮了 怎么能用天 想慢慢撤 是 啊 请问部队啊 网友外面怎么打得这么净凉 怎么办 孙队长他们撑得住吗 我去看看 看他要使用 那带随上怎么办 你一手的他呀 管得这么老他跑不掉的 我 阿拉 我告诉你啊 你别乱动 你要是乱动 我一下帮你 阿拉伯子这个样子 阿拉怎么动嘛 姑娘 给我赶快把阿拉放开 要不然土匪跑进来 他们都没命的了 不要说话 阿拉伯子这个样子 你别乱动 我来追你们的 我让王爷守着他呢 你怎么让他一个人 守着带随伤呢 你怎么让他一个人 你不如把提王先逼了你 你 怎么样 大虎 王爷带随伤 我掩护 去 你两个给我来 姑娘 你不爬了 松了吧 条件随便开 要多少钱都行 待我在观察 过来 多少年 满死发大财 超不好有的死 喂 不要再乱说了 你要是再乱动的话 我这子弹可没让你弄啊 弄把枪 打开你好吗 不要紫色我的脑袋 快做我的 救命 姑娘 刚刚把阿拉放了 再磨叽就来不及了 你们非精心 细地把阿拉放来 就是知道 阿拉肚子里藏了 很多秘密 你们非常想知道 对不拉 如果阿拉死了 你们就会前功尽弃 白辛苦一场 所以绝对不能让阿拉死 否则你们 怎样上师交代啊 给我闭嘴 你要再说的话 我一下疯了你 不好 让阿拉 好 我 不 那都没没 你 尽 别 在 你 都没 osh 我 我 你 来 说 带随伤藏到哪儿了 我不是到 给我搜 一定要找到带随伤 走 是 我可死 撤 快撤 快撤 随伤藏在里面呢 刚刚这么多了 冲局几时送死 他们肯定没跑进去 追 这是 走 快点 走 快点 起来 走 走 公军的兄弟们听着 我知道你们藏在这儿 你们今天 绝对过不了青冈岭 带随伤 沈和掌 这帮人就是来这儿抓带随昌的 我们差点回家抓住 王八蛋 还真是冲着这罕奸来的 幸亏房英把带随昌给带出来了 要不然咱们值再大了 不过 只要你们交出带随昌 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你们的秘密联络员孙掌柜 也能活命 否则你们一个也别想逃 看来是顾兵岭的人 就是来抓带随昌的 李子晨你 这么快就闻到味了 出了吧 不要再躲了 你们投降 救出带随昌 你们再不出来 刀子就先毙了他 沈和掌 怎么办啊 他们那么多人 咱们冲过去啊 先撤回湖山再说 可孙掌柜还在那儿呢 我知道 先跑出带随昌要紧 撤 走 走 你能确定 是国民党顽固派的人 他们虽然穿着变装 但是武器装备精良 行动只会训内有素 绝不可能是土匪 再说了 这土匪抓戴随昌干什么 是啊 现在是国共合作联合抗战 他们不敢明火之杖地抢人 所以只能用这种 下三流的手段来捣乱 官书记 咱们这次 是没想到敌人行动这么快 所以才吃了亏 我现在立刻去调集人手 重新布置 保证把戴随昌安全地押解到苏北去 这太冒险了 戴随昌得之不易 只要他能交代心中的秘密 这个意义就太重大了 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出任何差错 可是 黄司令急等着审讯他们 我立刻向黄司令报告 黄司令 湖山县委急件 念 秘密押送戴随昌的行动 在青岗领位阻结 鲁继续实施风险甚大 现我已撤回湖山待命 请指示 看来这次 真的是情况很复杂 黄司令 湖山到苏北山高路远 沿途敌情复杂 虽然国民党顽固势力 不便公开对我袭击 但是他们会想办法千方百计 夺回戴随昌 把戴随昌送到苏北来 确实风险太大 他们越是这样 不择手段地抢夺戴随昌 越是说明这个戴随昌 价值很大 你制定官员霜 让他一定要保护好戴随昌 三天后 我亲自到湖山去审问他 你亲自去 是关容大 值得去一趟 另外 你制定军部 报告这个情况 是 报告 情况如何 宋志 青岗领行动失败 但随昌又回湖山镇了 康国百仰了一群废物 共堪当新四军无视军令 在江南越来越猖狂 我们必须把他们赶出去 三天后 我们将有一次重大行动 如果戴随昌被他们利用 就会前功尽弃 我保证 三天之内 一定就会戴随昌 如果再失败 我乔某级部下 愿受军阀处置 绝对不会连累宋主任仪 放心 告辞了 乔转也好自为之 是 特派员 青岗领行动失败 戴随昌已经回湖山镇了 丁麻子 废物 饭桶 尚风命令咱们 三日之内务必夺回戴随昌 如乃以施旧 则处置 以决后患 放他的狗屁 不然这是共产党的根据地 就凭咱们几个人去冲死 再说 我们现在也不能公开去杀人哪 特派员说得对 共党肯定把戴随昌看得很紧 可咱们怎么下手啊 可是尚风就给了三天时间 咱们也耽误不起啊 有一个人可以办到 只要他一出手 戴随昌就保不了 谁啊 屠龙 屠龙 那个传说中的江湖杀手 不 他不是传说 他是个财迷 只要我们给足酬金 这事就好办了 可是这个人来无影去无踪的 咱上哪吵的去啊 我自有办法 不 看 这事就好 屠龙 什么 我才能给他 我才能打开 这事就宜了 他 我才有钱 我才能打开 我这事不得了 他就逃到封山巢 把刀捡起来 以后大水长的手臂 抹着带来的 你脑袋起来 謝罪了 我感谢 芝麻将军 他们的逃走 衰退了 如果大水长 共産党里的手 他们会被困惑 我们的尊严是大了 狗狗的蚂蚁 最重要的是 似乎是有秘密的事 我殺死的事 不然 泰瑞珊有什麼問題 我倆是全部的姉妹 安心 農大混合 我快要殺死 走 岡宏娜 乃娜来的吗 又来的吗 大罪犯人死了 我不能安心 长官 乃娜的人是有缘的头子 他人家人是否感染 鶴子是 感染得不能感染 鶴子 他人的事是心配的 能不能认识 鶴子是你的宣伴 我能救命 舅船 鶴子去湖山 那天的状态 你去湖山 为什么 请请请请 有原因 我明白 你是不是不断的 官书记 黄司令回殿了 黄司令决定 亲自到湖山审讯戴隋昌 三天以后等 命令我们 必须保护好 戴隋昌的生命安全 三天 让我们全力保护这个臭汉奸啊 别发牢骚了 湖山根据地刚刚成立 离敌战区又很近 情况非常复杂 我们的主力部队又不在 力量单薄 这就全靠你这个保卫科长了 官书记 你放心啊 押戒带隋昌去苏北 我不能保证这路上不出什么意外 但是在咱们地盘上 谁敢来撒影 来一个我灭他一个 你别想得太简单了 从现在开始 还有整整三天 关月霜和沈英杰 虽然预感到坚持的压力 却没有想到 这将是 形象完成的三天 血与腥风的三天 等待他们的 是一场接一场 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 以下事件发生在第三天 以下事件发生在第三天 一场正是 冷静 在这场上 冲一会儿 我相信 以下事件发生在一起 解开 好 模勇 现场 光发生一天 使用 用几天启砌 防止攻擊 拳擊 我們已經在戰獄中 數十名了 山本一郎 奠圖五打 請急時 吐出 出手 數十名了 啊 行 嗯 我找不着 撤斬 可贼 関西運動街 都市を通過 看 看 看 我誘導, 長江雄 我誘導, 年輕的 百八百十 噁心 龍河 有羅達組是難以為 有限在他的身上 有限在一起 有限在地上 死之餘 odox 什麼意思 我听到你了 你现在去医院 你会设定有个优惠的 大水长的隐藏吗 我会认识 你会认识吗 这是你会认识的 嗯 你会认识 你会认识我 你会认识我 你会认识的力量 你不需要协谱 你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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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认识 在这边,我没有想起来 老太君,你真的会想起来吗? 我不想起来 我想起来,我差点了 你失望? 我又想起来 你还没回事? 我还没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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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到小子的地方 谢谢他 你怎么回事 小河村中山的事 没法解释 但是信不得 你怎么知道的呢 没法解释 好 你先听一下 行动活动活动是中山的命令 现在我们去河山站 他们去隐藏的地方 之后 海外的南山带过来 兄弟 谁是女人 女人啊 你女人是这个小男人 她是兄弟的恋好人吗 全都准备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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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大水长 去找大水长 去 去找大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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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要打好不好 你的话说清楚 你不要打 好 有什么事去保卫科说清楚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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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我的技啊 你帮我的技 你 不帮我的技 你放我的技 可不小 你帮我的技 有什么事 你帮我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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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了 要帮我的鸡 你一拍屁股走了 留下我整天处理这些 鸡毛蒜皮的天 我都快疯了 好了好了 不过你要把戴丛昌 给我看好了 变化老街巨黄 一只臭肉 我两根手指头就能掐死 他这是多少同志 有生命换来点 好了 我先回苏城处理后事 有什么事情 我会及时和你同报 放心吧 路上小心啊 好 那我走了 好 所谓日军精锐的特主行动族 叶田族以为 定点清除戴罪昌女 只是手道擒来 根本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 这种傲慢 让他们后来吃尽了苦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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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快来 有评论 新宿的兵力是 100名的警備員 只剩200名 而且分散 只剩一人 但是我们只有 十几人 十几人 我一人都充分 我们的装备 能够取得到 我们要隠 是 是 随着 黏住 兄弟 隠着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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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目標 是大水长 不是 所以 先行 我们的大水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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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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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od 你清楚 阿拉现在是宝贝 阿拉要一死 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你 你什么你 快去给阿拉弄好吃的去 快去啊 给我看锦头 笑我你 阿拉 你去河山是为了 为了阿拉 你已经决定了 那麽事就能做出手势 我会随着秘密的方法 封射九仙堂 我一直在使用 我会随着你 谢谢 如果我会随着 我会随着你 是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这里蚊虫跳蚤到处爬 还有这个臭气熏天的奋斗 阿拉受不了 阿拉要抗意 阿拉绝斯 抗什么意啊 有这地方住 有这些吃的就不错了 你还寻思着来这儿享福啊 我再问你一句 吃不吃 给我塞 是 干什么 你根本是玩去 站住 干啥 我报案 后面不准进 基带室在那边 好好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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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知 明月来相障 月逢十五元 清到黎明夕 我是元月 我是韩兴 原来韩兴先生 一直潜伏在共党的县位里 正好 岗孙忠左 让你全力配合这次行动 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 愿为太君效力 快说说戴隋昌的情况 关在哪里 警力如何 是 你 路德文 你为什么要在哪里 受优人的这条文章 无论不算是 你还算是 你伤疆的语言 不算是 你还没法阻碍 欲试 小心, 誰會逃避的話, 我會救你 為什麼他叫他叫他? 叫他叫他, 叫他叫他, 叫他叫他 哈哈哈哈 老徒君 大水上的居場已經知道了 九三道線 警備課的庭 雜誌 警備課弱了 警備課只有一班 但是街上 一條隊有了 一旦攻擊 警備課進去 好 兵姐 走 怎么就这么几个警卫 太松懈了吧 你 你这么几个人 就能保证带隋超插成翅膀 也逃不掉 我倒不是担心他逃 我是担心敌人来追杀他 你想 这么一个活情报 落在我们手里 他们能甘心吗 官书记 就算有几个虾兵蟹将 来杀他灭口 我正哑哑哑 保证一个不留的 咬死他们 别给我逞能了 赶紧增加岗哨 联系张连长 请他派人支援 是 身经百战的沈英杰 换为关押一个汉奸轻而易举 他完全没有想到 正是这个戴隋杏 将使他身陷绝境 屡脏戴隋